2010年10月26日,湖北咸丰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 我家进贼了,我妻子也不见了 报案市民名叫梁子军,是一名司机 而他的妻子是恩师州著名女歌手张淑妮 曾在剧团工作,也参加过各大选秀和晚会的舞台 公安机关火速出警,前往现场勘察 刚入屋门,地上的几滴血液格外的明显 整个案发现场弥漫着一丝诡异的气息 往里走,卧室呢,杂乱无章,地上一片的狼藉 抽屉半开着,衣物,袋子,证件四处的散落 似乎呢,有被翻动的痕迹 然而客厅的地面和沙发却十分的整洁 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 灯光通明,电视上呢,正上演着一档综艺节目 乍一看,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案 仔细一抢,倒有一丝欲盖弥彰的意味 处处都透露着一丝的可疑 入门的几滴血液究竟是谁的 现场为何没有挣扎或打斗的痕迹 女主人张淑妮又去哪儿了呢 案发现场,位于县城沿河路原纪委一栋 是一套呢,普通的三局室 环视整个屋子,窗帘紧闭 窗户也无撬动的痕迹 检查完贵重物品之后 警方发现,除了女主人的手机和金戒指不见踪影之外 电脑、相机、电视等贵重物品均是安然无恙 卧室里,一个双门紧闭的衣柜十分的可疑 民警谨慎地打开之后 刹那间,杂乱的衣物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仔细一脚,那堆花花绿绿的衣服之下 竟藏着一双穿着牛仔裤的赤足 民警心中一颤,倒吸了一口凉气 拨开衣物,一个双目紧闭 面色苍白,没了呼吸的女尸映入了眼帘 淑妮,淑妮 民警的耳边响起了阵阵淒厉的惨叫 丈夫梁子军突然冲到了衣柜旁 大声的哀号 哭得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原来啊,衣柜里的女尸正是失踪的妻子张淑妮 本案呢,也从普通的盗窃案 瞬间升级为了恶劣的杀人案件 经法医鉴定,张淑妮的后脑有创伤 疑似被盾气击打后所致 此外啊,她的颈部有明显的勒痕 而死因呢,恰恰是窒息性死亡 民警猜测,死者呢 大概是从背后猛烈的袭击了张淑妮 至其昏迷不醒之后 在一鼓作气用绳子将其勒死 凶手的手段残忍,令人心悸 那么,究竟是为何要对一个手无寸体的女子痛下杀手呢? 经尸检,法医通过胃部的残杀初步判断 张淑妮呢,死于前夜九时五十分至十时半之间 床上有个手提包,里面的一百元现金还在 在梳妆台的金银首饰都被翻到桌上 也没有带走,这是最可疑的一点 民警在勘察现场之后说道 入室抢劫,却对贵重的金银首饰视而不见 实在是可疑 此外,一般的盗窃案基本不会发生在夜晚十一时之前 因为此时啊,绝大多数居民尚未入睡 作案的难度非常的大 经勘察,民警发现现场留下了众多的指纹 却无一处嫌疑人的痕迹 屋门、窗户均未被撬动 房外的落水管道也无攀爬的迹象 墙面呢,没有灯狠,窗台没有灰尘 就连墙角的蜘蛛网都是完好无损的 很显然,嫌疑人并非通过特殊的手段进入室内 很有可能呢,是从大门大摇大摆的入室的 经走访,警方还发现 案发当晚的作案时间段里呢 没有听到任何吵闹或打斗的声音 这就说明啊,凶手大概和张淑妮是认识的 甚至呢,交情不浅 此案大概率是熟人作案 现场虽然混乱 但是呢,有明显清洁的痕迹 门把手被擦过 现今手势不拿 偏偏舍尽求远 拿走了被害人身上的东西 依据警方多年的办案经验 普通的盗窃犯在作案之后 一定会第一时间离开 根本呢,不会清理现场 因此警方认为 本案呢,是有预谋 有组织的故意杀人案 盗窃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盗窃案转为杀人案 受害人身份特殊 令县公安机关格外的重视 当即抽调二十多名精兵强将 组成了特殊专案组 马不停蹄的进入了命案调查 受害人张淑妮 十年二十九岁 是当地啊,小有名气的歌唱家 长相清秀 声音悦耳 在歌唱比赛中啊 是屡次获奖 被誉为呢 最优秀的土家族明星之一 与此同时 张淑妮的刺绣功夫了得 其母呢 是刺绣专家 是湖北土家族刺绣 飞移项目传人 在当地啊 经营着一家绣坊 成名之前 张淑妮呢 一直在自家的刺绣厂当绣女 我担心刺绣的技术失传 一直把女儿当作接班人培养 谁知道呢 她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 张淑妮的母亲呢 痛心疾首地说道 此外呢 张母呢 也感到疑惑 我女儿活泼开朗 心地善良 人缘也好 和谁呢 都是友好相处的 平时呢 也没什么仇人 到底是谁会害她呢 立案之后啊 民警第一时间 调查了张淑妮的社会关系网 却发现呢 所有人呢 都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案件瞬间 进入了胶着状态 也就在这时 张五呢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我女儿领了结婚证 但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 梁子军呢 买了一份八万的保险 现在人没了 大概呢 会赔几十万 可疑的是啊 这份人身意外保险的受益人 正是丈夫梁子军本人 受益人不是子女 妻子和父母 而是梁子军本人 这让人不得不考虑到 杀其骗保的可能 那么 张淑妮的死 是否和丈夫有关呢 梁子军 41岁 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司机 曾是张淑妮的头号粉丝 据悉啊 梁子军呢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和张淑妮呢 是二婚 2009年6月 张淑妮刚刚离异 经人介绍 认识了稳重厚道的梁子军 恋爱不到三个月 两个人呢 便草草的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夫妻二人 无论是从年龄 外貌 职业 还是经济状况 都大相径庭 张淑妮呢 是明星 梁子军呢 是司机 张淑妮呢 貌美年轻 梁子军已年过半百 张淑妮一场演出几千上万的 梁子军呢 月薪只有三千块 身份如此悬殊的两人 任谁看 都是不般配的 张淑妮呢 既有歌手的身份 又在母亲的刺绣厂 担任着项目经理 收入颇丰 不愁吃穿 那么 身为丈夫的梁子军 有没有可能呢 因为区区几十万赔偿金 就动了杀妻的念头呢 梁子军有买保险的爱好 他和前妻离婚之前呢 也买了很多的保险 但金额会小一点 面对着民警的质疑 梁子军他解释道呢 我有个同学呢 在保险公司上班 时不时啊 要我帮他完成个业绩 保险又是刚需 我就顺便买了 为此呀 警方特地找到了梁子军的同学 对方呢 证实确有此事 不过呀 而为了保险起见 专案组呢 还是调查了梁子军的活动轨迹 梁子军表示啊 案发当天呢 他去了恩师州看病 次日呢 才回到家里 发现家里被盗 妻子遇害的 为此呢 警方特地调取了 恩师州的道路监控 而视频显示呢 10月25日19时左右 梁子军呢 正在外面闲逛 那么 梁子军有没有可能 刻意制造不在场证据 而故意在恩师州留下身影呢 然而啊 民警的猜测 很快就被推翻了 据恩师州宾馆的服务员表示啊 案发当晚90左右 梁子军呢 回到宾馆休息之后 再也没有出门过 可见呢 梁子军并无作案时间 毕竟一小时 往返恩师和贤丰 并不现实 此外呢 张淑妮母亲一再表示 女婿和女儿呢 恩爱有加 关系融洽 极少发生争吵 而且呢 女婿一向呢 关心爱护女儿 绝不可能是杀人犯的 她平常喊我女儿呢 妹儿 这是土家族比较亲密的教法 平时女儿呢 少吃点饭 她都担心的不轻 张母啊 回忆的说道 我们都是利益的人 知道婚姻不易 所以会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 互相尊重 体谅和帮助 努力去经营婚姻 梁子军说道 如此看来 梁子军仿佛没有作案动机 那么 真正的凶手 究竟是谁呢 而就在警方 一头雾水 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关键线索出现了 经反复的勘查 侦察员呢 在沙发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 刻意的女鞋印记 经鉴定 鞋印呢 是凶手留下的 鞋长36码 难道凶手是女性 很快呢 警方联系到了足迹专家 脚尖 脚前掌 以及脚后跟 压得很实 可脚弓部位 却是空的 可能是大脚穿小鞋 很显然 这是凶手 故意而为之 目的是 混淆 警方的视听 那么 凶手 到底是谁 为何要如此 煞费苦心 制造这起谋杀案呢 经过足迹测算 警方得知了凶手的基本信息 男性 35到40岁之间 身高1米7 体型呢 中等偏瘦 而这些描述啊 恰恰和张淑妮的前夫 邓某极为相似 据悉啊 离婚之后 邓某呢 曾多次请求张淑妮复合 均遭到了拒绝 而后呢 邓某呢 甚至去找了前岳父岳母的麻烦 种种迹象表明 邓某作案嫌疑最大 那么 他是凶手吗 很快 在对比足迹和调查不在场证明之后 邓某的嫌疑直接被排除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也就在这个时候 侦察员呢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 被害人家中呢 有一个人情部 其中一脚呢 被撕了 大约呢 是五六个人的名字 其中呢 有一个叫做卢虎山的人 特别有嫌疑 而奇怪的是啊 无论是梁子军 还是张淑妮的父母 都不认识卢虎山 警方呢 通过人口信息系统 采取同音字查询 查出了啊 一个叫做陆富山的男子 来自呢 咸丰县关坝村 经调查啊 警方发现 陆富山呢 平时游手好闲 无正经的职业 大多数时间务农 由于呢 身手敏捷 力气大 会武术 他也会在旅游景点啊 玩杂耍 或者是舞狮子 而经过足迹比对 警方惊奇的发现 陆富山 果真是他们追查多日的 杀人凶手 无论是身高体重 还是年龄足迹 都十分的契合 2010年12月29日上午 专案组提前蹲守 将陆富山顺利的抓捕 审讯室里 陆富山拒绝配合调查 反倒问了民警 一个奇怪的问题 一个人用刀杀人了 到底是刀子的最重 还是人的最重 警方听得迷迷糊糊的 不知所运 陆富山究竟在暗示什么 倘若陆富山将自己比作刀子 那么递刀的人 就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此人采取的是 借刀杀人的手段 即便远隔千里 也能远程操控杀人 进一步调查之后 警方有了一个 更为惊人的发现 陆富山和梁子军 曾经是同事 而当初梁子军 故意说不认识陆富山 可见他在说谎 警方呢 立刻警惕了起来 开始对梁子军 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调查 但是越调查 越奇怪 案发后 他天天戴着帽子 不敢跟人对视 在经历数次审问之后 梁子军呢 终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并承认不止一次谋害妻子 在此之前 已经有三次杀人未遂了 原来呀 一切的罪恶根源 来自于梁子军一夜暴富的美梦 身为运输公司的普通司机 梁子军的工资低得可怜 在劫持家境优越的张淑妮之后 他便悄悄策划了一个杀旗骗保的计划 而为了躲避警方的调查 梁子军呢 找到了无业游民陆富山 借刀杀人 并承诺啊 事成之后给他一笔报酬 起初他给我六万 我没同意 后来他步步紧逼 直接加价到了十万 陆富山回忆道 而为了获取巨额的保费 梁子军呢 曾三次指使陆富山谋害妻子 但三次行动 均以失败告终 眼看保单即将过期 梁子军呢 心急如焚 给陆富山呢 下了最后的通牒 逼他再动一次手 且必须呢 保证成功 就这样 梁子军的第四次杀妻计划 于2010年10月25日 正式实施 当日 梁子军借病去恩师州 制造不在场证明 走前呢 他交代妻子 当晚会有人来取银行卡 此人呢 正是陆富山 当晚 陆富山穿上36码女鞋 进屋之后 趁张淑妮取银行卡之际 用铁锤从背后袭击他 最后 将其藏入了衣柜 2011年9月23日 梁子军和陆富山 以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其中 陆富山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改为死缓 据悉啊 案发当晚呢 陆富山进屋之后 发现张淑妮正在为丈夫秀布鞋 脸上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张淑妮到死也不明白 置自己于死地的人 竟是平日里对自己嘘寒问暖 疼爱有加的枕边人 温柔刀 刀刀 伤人性命 从亲密爱人 到冷血杀手 有时呢 只需要一个欲望和邪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